这个粉搓到去 基本上是圆了 大家都看到是圆了 那么拿着手指 拿着大拇指 一按一按 就将这个糖尿放下去 放下去就将它这样包住下去 包实之后再搓回圆下去 在志愿者指导后 十多名学员开始尝试自己包汤圆 不少人是第一次包汤圆 好 现在可以开始吃汤圆 慢慢吃 自己劳动成功 自己享受 经过志愿者指导包汤圆 志愿者华姐十年来 一直参加志愿再康圆项目 看着学员不断进步 她特别开心 他们能自己生存 还可以照顾家人 那是我们做志愿服务的 一些最终的目的和结果 其实我们心最暖的就是 他们能学会东西 在人民街青蓝里小公园 十分热闹 街道志愿者邀请了社区 困境老人庆元宵 现场可以猜灯笔 还有专人 教长者用智能手机 我们希望借助 这个初老志愿者 这个桥梁 令我们的年轻志愿者 可以学习一些 沟通的技巧 同时 希望我们的初老志愿者 去学习一些 现代化的 一些服务的技能 在建设二马路 有初老志愿者 上门陪伴孤寡老人 做汤圆 吃团圆午餐 去了邀来 又有点 野野做 这样 不会这么 就是无所事事 比较开心 心态都 很痛的